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太上老君说百病从百药 请看这个经文的第八行最后一句 也就是第三十二句 以剑产贵是一笔 忏就是诽谤的意思 那么也有嘲笑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身份低贱 却去嘲笑或者诽谤有地位 有德行 有权势的贵人 这个是一个大病 那么这种病的根源 实际上还是嫉妒心 自己处境低贱 却不服气 看到贵人比自己地位高的 这个学问好的 这个学问好的 往往就会生起嫉妒 甚至毁谤这样的心 殊不知 贵人未必会因为这个诽谤 而变得贫贱 而自己如果是 诽谤那个贵人 更显得自己的地贱 所以这个贵和贱 关键呢 要用自己的心去改变 我们想要改变贫贱的处境 必须要修好心 要修德行 这个人才能够贵得起来 如果是德行被破坏了 败坏了 那可能是 本来是贵的命啊 也变得贫贱 所以这个贵和贱呢 取决于一个人的德 有德就贵 无德就贱 那么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个 近代的故事 这都是啊 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 对于文化大革命 都有记忆犹新 这个文化大革命 到了晚期 我们知道呢 中国当时 是处在危机的 这个阶段 那毛主席呢 是1976年逝世 当时呢 这江青呢 我们知道 这是这个文革的 一个罪魁祸首 当时他就啊 想要啊 把这个国家的政权呢 夺过来 那么呢 就想啊 借着游子啊 扶持毛家的后人 接管毛主席的权力 那么当时呢 邓小平同志啊 就极力的反对 结果呢 江青就以这个 反右倾方案封 这样的罪名啊 夹到了邓小平头上 在76年 在76年 一个三月份 召开了政治局 扩大会议 主要的 这个重点 就是打倒邓小平 把邓小平啊 定为死不悔改的 走资派 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那么最后呢 就将 就是毛主席啊 将华国锋同志 确立为 这个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 兼国务院总理 也就是啊 作为毛主席的继承人 那么邓小平呢 被学去了党政军 所有的职务 那么这是江青啊 一手策划 那么实际上呢 江青 他出身 略有所知呢 其实他 这个过去啊 也是有 很多 这个 并不是啊 能见得光的 这样的这个记录 特别是在 男女关系上 那么 在 过去呢 在上海 做演员 实际上呢 他是 这个 很普通的一个演员 那么曾经呢 也跟几个人呢 同居过 那么跟 一位影评人 唐娜 也同居 并且呢 结婚 那后来呢 他把这些 都舍掉了 到 延安 投奔呢 这个 共产党 改了名字 叫江青 他原来的名字呢 叫 李云赫 那么 给他做到了 毛主席的秘书 于是呢 后来 跟毛主席 结婚 以此呢 作为他 走入政治舞台的 一个资本 那么 毛主席 曾经啊 也对江青 有过这样的评价 说你这个江青啊 是眼高手低 智大才书 你眼里也只有一个人 这是他 这是毛主席 1967年 原话 在1974年呢 也对江青啊 做过这样的批评 说不要多露面 不要 批文件 不要由你祖阁 当后台老板 你积怨胜多 要团结多数 智属 人贵 有自知之明 这都是呢 对江青的一个 严厉的提醒了 可是呢 人呢 往往啊 在这个权力的巅峰 会昏了头脑 不知道啊 自己 并不适合 去介入政治 心量狭小 自私自利 这种人呢 自然 就会成为啊 国家的祸端 纵然是一时得势 但是呢 历史 会往前走 这些小人呢 往往呢 会被历史的 这个 大船呢 抛到了海里头 在1976年 就那一年 毛主席 过世之后 不多 久 我们知道 文革呢 就结束 四人帮啊 阴谋 也被粉碎 在1980年 和81年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审了四人帮和江青 那么江青呢 当时是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之后呢 就改为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呢 一直就是啊 被关在这个关押所里头 一直到91年 在自己的居住地啊 自杀身亡 一个祸国殃民的人呢 到最后呢 就这样啊 自觉了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晓得 这个 自杀 不是好事情 这是他的现实报 那果报 将来 必定是在三头地 左传 上面有一句话说 多行不义啊 必自闭 像江青这样的人 多行不义 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心 不管整个国家 人民的安危 那这种人 确实得到了下场 就是自闭 那么当时呢 他 极力的 去诽谤 压制 革命的元老 这个最主要的是 邓小平同志 这已见 成贵 但是呢 这个七六年 年初的时候 把邓小平打倒了 就在那一年的年尾 于是呢 这个文革 也就被粉碎 所以好景 不长 所以 真正啊 我们讲 吉人 自有天相 一个人呢 他是富贵的命 偶然 可能会啊 遭遇到挫折 遭遇到 小人 嫉妒 毁报 陷害 但实际上呢 这个 有福报的人 毕竟是有福报 那些啊 这障碍这些 有福报之人 等于是用自己的福报 去跟他的福报较量 没多久 自己的福报 就消耗殆尽 这就是 毛主席评价 江青啊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 他没有自知之明 那原因还是什么呢 就是缺乏 古圣先贤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那女子 自古以来 他都有啊 女德的教育 自古 这个 女子的天职 相夫教子 为这个家庭 培养后人 所谓 不孝有山 无后为大 培养后人 养育后代 这是 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啊 其实 绝不亚于 男性 甚至呢 可能啊 应该来说 比男性的使命啊 更要重大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 那 留后 这是最大的 一个使命 啊 这就是 让我们的想起 这个 女德 女德教育 多么的重要 你看 唐太宗 之所以有 贞观之志 其实很重要的 一个贡献的人物 是他的皇后 长孙皇后 这是一位啊 具备了 女德的人 真正啊 在 唐太宗背后 支持他 辅佐他 照顾他的生活 让唐太宗 能够安心 治苦 所以啊 方有唐朝 初年的兴盛 所以 这个 自治之明 更重要的是 知道自己 在这一世 应该有什么样的使命 人不需要做很多事 能做成一件 对人类啊 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生 也就没有算百过 好 我们再看 底下第三十三条 颤忍求美 是一病 这一句是说呢 在背地里啊 说别人的坏话 这叫颤忍 下颤颜 求美呢 就是在别人面前 讨好 巴结 取得人家的宠信 那么在历史上 其实 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例子 这皇帝 下面呢 这群臣呢 有的是忠臣 有的是奸臣 中间 怎么分呢 就是看为自己 还是为国家设计 如果是忠臣 一心为着国家设计 他绝不会啊 把自己的私利 放在心上 那么 他也不会啊 做出 颤忍求美的 行为 而反之 奸臣 他都是啊 想着自己 赶紧啊 升官 发财 凡是呢 挡着自己的道的 他一定会下颤颜 去毁谤 要扫清他 晋升的障碍 那往往忠臣呢 就是他最大的障碍 所以他一定是要 扫掉这个忠臣 那在皇上面前 下颤颜 那么使皇上呢 能够啊 对自己啊 信任 肯定是 使出浑身的结束啊 去谄媚八九 去讨好 迎合皇上的 这个 需求 那么往往呢 因为这种 私心 的做法 会使到一个朝铁 转安为威了 在明朝 这样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这个万历皇帝 叫朱玉君 这个人呢 福宝很大 做了 这个皇帝啊 做了很 很长时间 做了 这个48年的皇帝 那么这个人呢 在年幼的时候 十岁啊 就登基了 登基之后呢 当时的首辅 就是宰相 张居正 辅佐他 他是小孩嘛 这个 当然对国事啊 并不懂得治理 那么 李太后 就是他的母亲 支持啊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所以张居正呢 是一位忠臣 他在政治上 进行整顿 在经济上 进行改革 可以说 历经图治 使到啊 这个国家呢 渐渐忠心 当时明朝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统治的危机 但是呢 正因为张居正的 这个 夜以继日 鞠躬尽瘁的工作 所以使到啊 国事 慢慢兴旺起来 那么当时 这个 粮仓里的积粮 可以 支用 十年 国库的钱财啊 多达 四百余万 这个 社会啊 逐渐呢 出现了繁荣 这就是啊 历史上称为的 万力中心 那么 朱玉军 就万力皇帝啊 对于张居正啊 也非常的尊敬 那么他很年幼嘛 称张居正啊 都称张先生 不直呼其名 这个冬天上课的时候啊 这个皇帝 小皇帝啊 就吩咐小太监 把厚厚的毛毯呢 放在张居正的脚下 不要让他动着脚了 张居正生病的时候呢 朱玉军呢 还亲自为他熬药 对于张居正啊 可以说是 非常的 尊敬 张居正也敢皇上 知遇知恩 所以啊 势必恭亲 把朝廷治理的 领景有条 那么由于张居正啊 操劳过渡 在58岁啊 就去世 朱玉军那时候是20岁 那么特别呢 为张居正啊 挫潮一天 那这是给他很高的礼遇 而且呢 给他加封嗜好文忠 赏了 桑银 五百两 结果张居正 去世之后不久 就有一些啊 颤人求媚的人出现了 那因为呢 张居正呢 当时力行改革 所以在朝廷里面呢 就会得罪一些人 再加上张居正为人 非常正直 刚正不阿 所以呢 在经济利益上 触及了很多守旧的势力 得罪了这些大臣 所以他死了以后呢 这些大臣呢 就趁机反扑 纷纷的上奏 给万历皇帝 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 那么张居 这个本来朱玉军 对于张居正啊 是非常崇敬 但是呢 被这些人呢 这样的 啊 惨暴 这样的 巴结 羡慕 他的心呢 也就慢慢改了 觉得好像是 张居正啊 有点功高盖主了 那自己没有一点威望 那么他于是呢 就想着要摆脱 张居正的这个束缚 要开始他自己的独裁统治 所以你看看 颤人求眉的这些大臣呢 很厉害 能够改变一个人 把皇上啊 这个本来很好的一个皇帝啊 就把他改了 于是呢 这朱玉军 开始 由秦 变成懒了 啊 全面呢 废弃了 历经图治的 这种啊 做法 从此呢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啊 昔日啊 这是少年天子啊 非常正派 现在呢 却是身居进宫 不理朝政 四九 贪色 私欲膨胀 自欲妄为 那么经过他这样的独裁统治 多年 这个 王朝啊 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后来呢 又遇到了 这个 明下 啊 这个 兵乱 反叛 又遇到了 日本发动了 侵略朝鲜的战争 啊 还有西南 叛乱 啊 三路啊 这个 三方啊 出现危机 啊 当时呢 朱玉军被迫 山路出征 这史上称为万历三大争 打仗 打仗打了十余年 虽然是大获全胜 但是呢 却是 啊 耗尽了 国力 那个耗银千万两 死的这些军事 有数十万人 百姓啊 就造了纳 从此 明朝啊 就从圣啊 转衰 乃至于呢 万历皇帝之后的 崇祯皇帝 上了牌 很想啊 再 扭转 这个王朝的命运 但已经不可能 所以 后人评论呢 说明朝的王国 不是王在 崇祯之首 而是王在 神宗 皇帝 就是万历皇帝的 带动 那么 这个皇上的 转变 也是因为啊 这些奸臣 颤人 求媚 的结果 那么 当然 这皇帝呢 自己如果没有智慧 听信颤言 而且做出了 万恩负义之举 原来他对张居正啊 看作是先生 看作是老师 结果张居正一死呢 他就变了样子 那 他就呢 这个 把张居正啊 定为啊 是一个 罪臣 这种是 万恩负义 所以最后招致的结果 是败得丧生 万历皇帝呢 他自己 死的时候 那 也 是五十八岁 跟张居正啊 同年 去世 那么 这个 真正啊 忠臣 张居正 实际上呢 他 我们想 一定会得到好报 能够为国 为民 劳心劳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一定能升天 所以 这个忠 忠义之人呢 他的 这个果报 一定能好 而 为私 为自己私欲 私利 最后果报 必定是 自己呢 败得 亡神 在这个 最近 就是上一个月 11月15号 在上海 焦州路啊 发生了特大的火灾 那么 其中 有一个 小小的故事 环 情节啊 令人非常感动 是讲的一只啊 小狗 对于主人啊 那种 忠义 在网上呢 有这么一个 新闻啊 还有图片 把这个狗的图片呢 都打出来了 这是一条金毛犬 啊 那么 他就是住在啊 那栋楼里头 那栋楼失火了 那么 小狗呢 这当时呢 跟主人呢 失散了 不知道主人呢 有没有得救 他自己跑出来 啊 就扒在啊 那个楼外 看着起火的楼 不吃不喝啊 等他的主人 一边等啊 一边还流眼泪 那么当时呢 这个 很多人呢 看着这只金毛犬 很想呢 喂点东西给他 给他拿米饭 给他拿面包 给他拿水 但是这只狗啊 一直不吃不喝 一直是不停地流泪 那么有居民 当时想收留他 可是一碰他呀 他就呲牙裂嘴 表示很俸禄 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走 那么那大楼啊 一直在燃着火 这狗就一直呢 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焦虑 看着那个 那个 起火的 那个场面 那后来呢 火灾呢 也 这个 被救援部队 给突袭了 那么这个狗呢 还是非常的焦虑 紧紧地夹着尾巴 那终于呢 这个 被警察呀 给收留了 那受留之后呢 大家都很发心 为之小狗啊 找主人 那么在网上啊 发帖子 那也真是 天意的安排 竟然呢 真的 帮这个小狗 找到了主人 后来这个主人呢 来到了 这个 这个 消防中队呀 这个狗是被 消防中队收留 那么这个小狗 看见了主人来了 非常的欢喜 啊 一下就奔到了主人那里 见到主人以后 他才开始啊 吃第一口食物 这是他四十个小时以来 都没有吃过东西 那所以你看看 这物有如此 一只狗尚且能够讲中意 那人岂能够不如狗乎 怎么能够啊 这连禽兽都不如 嗯 好 我们再看 底下第三十四条 以德自显是一病 这句话是讲的 向人炫耀啊 自己的德行 啊 唯恐了别人不知道 这个 也是一条大病 要知道啊 真正有德者 不用去显 大家都知道 一有想显要自己德行的心 德行已经亏缺了 已经不足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呢 傲慢自负 所以真正厚德之人 他一定是谦卑 所谓虚怀弱骨啊 绝不敢呢 自己闲耀 总认为自己 德行不够 啊 那么 古人讲 牵手 千瘦受益 满招手 千杯的人 他必定啊 得到很大的利益 自满的人呢 往往啊 他就会 有缺陷 就像月亮 遇到了满月的时候啊 就要往下亏损了 自然之力 在唐朝开国的皇帝唐太宗 我们知道 这是一位啊 很能够听 劝谏的皇帝 他的一个建臣 叫魏征 往往对他是泛眼直见 毫不客气 而唐太宗呢 难能可贵的是啊 他总能够接受意见 那么有一次呢 是贞光六年 这皇帝当了六年了 当然也有不少的政绩 所以呢 秦臣呢 就请求唐太宗啊 去泰山封扇 这是啊 去炫耀 国家富强 还有帝王的功德 那么唐太宗 当然觉得很高兴了 你看 这个皇上 底下肯定是有那种 想要啊 让皇上高兴的 啊 缠媚的人 可是呢 群臣当中啊 魏征就表示反对 就很不客气 唐太宗就问他了 说你不主张我进行封善 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啊 啊 我的德行不尊啊 啊 是不是中国未安 四夷未福 年古未封 啊 祥瑞未至 啊 连问了六句 显然 在唐太宗心里 他觉得 自己的统治之下 啊 国太民安了 啊 自己功劳很大呀 啊 德行也算很不错呀 啊 令人尊重 啊 中国当时也是很安定 啊 这个少数民族 四夷啊 四方的 移敌 就是少数民族啊 也都能够归附 啊 归附 啊 这个 收成 啊 也不错 啊 这个 可以说是 四十 啊 都 非常的 可以说是 风调雨顺 结果呢 魏征呢 听到唐太宗 这样的问话 就回答说 陛下 您虽有 您看他讲了六德 可是呢 自从随朝末年 天下大乱以来 啊 直到现在 人民的户口 还没有恢复 啊 仓库呢 还是空虚的 嗯 这个 如果现在啊 东旬 因为唐太宗 建都 长安 西安 啊 往太宗 太宗正那边走 是往东旬 啊 现在车架 东旬 这千奇万圣啊 耗费很大 老民伤财 啊 沿途的百姓啊 恐怕承受不了啊 更何况呢 陛下你风扇呢 必然会啊 万国贤疾 小少数民族 他们那些国君都得来跟着呀 啊 这个 跟着您 皇上啊 一死东旬 那现在中原一带啊 你路过的地方呢 人烟稀少 灌木丛生 看起来呢 还是很不景气 假如是万国的使者和君者君王跟着您路过看到这些情形 岂不就是生轻视之心吗 啊 那如果你风扇 那风扇呢 你要赏赐个人的啊 就按功行赏啊 如果行赏不平 赏赐不周 那不就是会使人生怨吗 啊 如果赏赐很丰厚 又会使人啊 掌养他的欲望 啊 所以这样做呀 确实只是一个图虚名而有食害的事情 啊 所以 魏征啊 他是表示反对 到泰山风上 那结果唐太宗呢 也很难得 啊 他听取了这个魏征的意见 后来就作罢了 要知道 如果真的唐太宗啊 去这么做了 显自己的德高 功高 啊 而实际上呢 却给百姓啊 加上了很多苦难 这已经不是德了 啊 所以 有德者不必显啊 你的真实的德行 汇集百姓 利益众生 自然呢 大家就能 歌功颂的 啊 何必要自己呀 去写药 那么 还有一个呢 是在佛门里面的故事 啊 在唐朝 有非常有名的 律宗 祖师 啊 是钟南山的道宣律师 这位 法师啊 这位律师 他是持戒经验 非常的清静 感德呢 天人给他 每天送供养 啊 他在山上修行 一天呢 只吃一顿饭 啊 那么 过午不时嘛 所以每次呢 天人呢 都在午前 给他送供养 不用自己去脱波 你看 这样的德行 结果呢 他同时代的 另外一位大师啊 叫奎姬大师 这位奎姬大师呢 出生于豪门贵族 啊 这个 他是唐太宗的大将啊 遇持尽德的侄儿 我们现在讲是高干子弟 啊 那这个 他来学佛很不容易 当时呢 玄庄大师 我们知道 他到印度去取经 从 这个 印度回来之后 啊 唐太宗呢 非常的欢喜 唐太宗非常注重文化 所以就命啊 玄庄皇帝呢 组织人 来 翻译经典 那 玄庄皇帝 玄庄大师啊 当时呢 确实 他主持了一个非常庞大的 印经的学院 亏姬大师啊 是他的一个得力干家 得力助手 那么亏姬大师跟玄庄大师呢 其实前世有约 在玄庄大师取经的路上 走到 这个山林的时候啊 发现了 有一个修行人 这是一个 在那打坐的 苦修 这个 苦修行僧 年纪已经很大了 在那入定 也不知他定了多少时间 这个身上呢 都已经啊 全都是 那个 那个尘土 外面呢 不留意 还看不他出来 玄庄大师路过 知道这里有人打坐 拿隐性啊 敲 一敲嘛 他就出定 啊 于是 玄庄大师跟这个 老修行讲 说你不要在这儿啊 老哭定了 你现在呢 赶紧去投胎 啊 来生做我的弟子 帮助我啊 翻译经典 我现在呢 要到印度去取经 啊 这个 大概取完经之后 啊 十几年以后啊 我回长安 翻译经典 那时候我来找你 于是就嘱咐这个老修行 说你投胎啊 最好投到帝王家 啊 因为 帝王家投胎啊 他将来出家呀 影响力会很大 你看皇上的这个王子都出家了 是吧 就是 像当年释迦摩尼佛做太子都出家 所以影响力会很大 会对佛法振兴啊 有很大帮助 结果呢 这两个人呢 于是呢 就达成了共识乱 这老修行呢 于是就舍了身体 去投胎去了 那么 玄奘大师呢 继续啊 这个向 印度 进发 啊 经过 这个 很多的磨难 西游记里讲 是9981难 这是个 传说 但实际上 真的人呢 他是 过这个雪山 啊 穿过哥 这个 这个沙漠 啊 历经千辛万苦 到了印度 去学习 啊 学了13年 再回来 这样一来 一往 已经是19年了 啊 回到长安 啊 于是呢 玄奘大师就问唐太宗 啊 唐太宗亲自接待他吗 就问皇上 说 陛下 这个宫里面呢 有没有一个 19岁的孩子 啊 这唐太宗啊 问一下 有没有 玄奘大师 有点纳闷 莫不是 投错胎了 啊 上哪儿投胎去了 于是呢 就 问啊 请唐太宗啊 问问 这些大臣 贵族里头 有没有 19岁的孩子 哎 一问呢 果然 御池晋德大将 那里啊 有一个侄子 19岁 啊 长得非常的 聪明伶俐 啊 于是呢 立刻就招来相见 玄奘大师一见呢 就认得他了 这都是呢 有神通的了 啊 不是普通的人 啊 于是呢 就提醒皇上啊 命这个小儿出家 那这个 这个小孩子啊 他已经啊 忘了前世的约定 啊 这个是 菩萨都有 隔音之谜嘛 一投胎 就忘了 更何况 他也投错胎了 本来是约定他啊 到帝王家 宫庭里面 投胎的 他可能呢 也不懂啊 看了这个 反正都是呢 飞檐流离的啊 那就进去了 没想到只是大将的 啊 并不是皇上的宫殿 结果呢 就命他出家呀 那皇上下旨 他不敢违抗 啊 于是就提出三个条件 那说我出家可以 可是呢 我要享受 贵族生活放下 啊 需要呢 有三个条件 第一呢 我要带一车 一车书出家 那我喜欢看书 第二呢 这个 我要带一车啊 金银财宝 物质享受 不能缺乏 第三呢 我要带一车美女 来伺候我 啊 这这三车啊 宣装大师都满口答应了 你就来吧 就走在路上 结果呢 这个相传啊 走在路上呢 文殊菩萨现身 啊 那他电话到了 说你这样出家啊 从古古以来没见过呀 恐怕这样不妥当吧 啊 就到了寺院 听到终生啊 开悟了 就宿命通了 啊 记起了自己前世的约定了 于是这三车也不要了 啊 把他送回家去了 老师跟宣章大师学法 后来成为一代啊 啊 这个宗室 啊 那么 非常的有成就 那么 所以窥击大师啊 那不是普通人 菩萨再来的 只是呢 有个隔音之谜 所以就 养成了贵族生活习气啊 啊 就是 这个 在年轻的时候啊 迷了这么一段时间 那自然呢 对持戒嘛 也就并不是非常重视 也并不是很严格 结果呢 有一次 窥击大师 路过中南山 听闻呢 这个道宣律师啊 在中南山上修行 那么也是非常仰慕 于是呢 上山呢 去拜望 道宣律祖 道宣律师嘛 他是持戒很惊严嘛 他也早就耳闻呢 窥击大师啊 持戒不惊严 啊 所以呢 他就想着 啊 要表演一首 啊 给他显示显示 天人来供养 啊 这持戒啊 多么殊胜 结果呢 两个人呢 相谈甚欢 一直等到了中午 还没见天人来供养 道宣律师心里就纳闷 怎么今天天人不来了呢 正要他来他不来 啊 结果 过了中午还没来 啊 那没办法呀 溃义大师 告辞了 就下山去了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就天人才送供养来 道宣律师啊 就把脸一板 问那天人 昨天你为什么不来供养 啊 那个天人说呀 哎呀 不是我不来 我昨天来了 我昨天来的时候 看到满山遍野 都是大乘菩萨的 这些护法神 我就知道啊 这山上一定来了一位大菩萨 那我是挤不进来 所以这道宣律师一听啊 那惭愧的汉谋之术 啊 汉颜的 他原来是想啊 表演表演给亏击大师看 啊 证明他自己持戒那么惊艳 啊 想着说 这个教训教训这个亏击大师 没想到 亏击大师的道恨啊 在他之上 虽然戒律并不甚经言啊 人家真有智慧 真有慈悲 所以啊 这个护法 那比道宣律师要多呀 所以你看 连这样的大修行人 啊 道宣律祖 还难免有一点这个 以德自显的习气 啊 所以这个确实很不容易 啊 那么这个根呢 再去傲慢 我慢了 这个心 贪嗔吃慢 说老实话 都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你看 我们来的世间 肯定带有啊 这个四大烦恼 所谓啊 我见 啊 我爱 我吃 我慢 生生世世轮回 都是这四大烦恼 常相随 那个不用人教的 自然就会 因为是生生世世养成的习气 啊 即使像道宣律师那样的修行人 还有这些习气在 就我慢 啊 所以要断了 很不容易 儒家跟佛家 比起来呢 没有佛家要求那么高 啊 佛家是要断我慢 啊 断我直 把这执着断了 那你才能出三戒 但是呢 儒家没有讲断 只是讲 傲不可掌 那你不能增长就好了 啊 断呢 知道这很难 不仅是啊 这个 富贵家 人容易傲慢 像刚才讲的 唐太宗 啊 要给自己封扇 啊 邀功啊 显功啊 就是连贫贱到极处的乞丐 他还是一样有傲慢 啊 那个富贵人 走过他跟前 啊 给他扔一个 一个铜板 啊 结果他还鼻子哼一下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有几个臭铜钱吗 啊 心里还会有傲慢心 所以啊 这我们自己 要非常的谨慎 去啊 这个关照自己 只要一有这个傲慢的念头起来 立刻要把它 扶下去 那么在静宗法门里面 教我们的是念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管用 当我们呢 起了傲慢的念头 就念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 把那个恶念 给换下来 久而久之 这个佛号能连成片 这些烦恼 啊 这些 贪嗔痴慢的念头啊 就不起来 这是真念佛人 啊 所以一个真正念佛的人 啊 他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自自然然就能做到 这些德行 他绝对不会呀 啊 以德自显 这老子说百病啊 这些一百条的过失 他通通都能避免 这是啊 总持法文的 你这念一句佛号 你看 这一百条过失都能避免了 后面呢 从百药 一百条优点 全部统设 就用一句佛号 你就能达到 一百条处 一半 一百条的过失都能达到 他从百分岁的时候 漫 trick 统筋